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母体变异数的假设检定 那么这个单元介绍的是双尾的部分 在母体变异数的检定之前 我们还是要先介绍一下 必要的一些观念级及符号 母体变异数我们用Sigma平方来表示 样本变异数用S平方来表示 观念是这样子的 假设样本数是一个N的抽样分配 那么这个数字 N-1S平方除以Sigma平方 它的抽样分配是一个自由度N-1的卡方分配 也就是说它是KiSquare 我们要服从了一个这样子的分配 那么这个分配我们可以进行的是 单一母体变异数的假设检定 如果说是两个母体以上 那么我们的话就不能用单一母体变异数了 用卡方分配 我们就要用F分配 那么这个地方在后面将会提到 那么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我们必要的一些插表的一些基本工具 卡方分配 我们不可能每一个值都是用计算的 因为它非常的麻烦 这个积分很麻烦 所以我们用插表的是很方便 左边这个地方是自由度 自由度我们这个表 这上面有一个连结 我们可以直接下载下来 那么这个自由度当然不止11 我们只现在目前秀给各位同学看 后面会很多 那么这边的话呢 是有各式各样的一个几率的临界值 这是临界值 这是几率 几率是底下这个 这个右下角的下标的这个值 0.101代表的是这块的面积 这是0.1 那这边如果说是0.95 代表的是靠右边都是0.95 那靠这是左边了 那么这是卡方分配表的插表的方法 那么我们实际建议各位同学 就是多做一些练习题 就会很熟练如何去做母体变异术的一个假设检定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母体变异术的假设检定的题目 冰淇淋的厂商他宣称 他们的装填非常的就是非常精准 他们的标准差是多少呢 2.3克 非常的小 就是说基本上来说都不会差异很大 那我们在买某些产品的时候 我们甚至可以看得到里面的容量 比如说像是买酱油或者是买可乐 我们两个瓶子的话呢 两个一起放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好像装填的不一样高 那个就不太好 那么我们说他说的是重量的标准差是2.3克 好那我们对于这个2.3克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挑战 我们抽了8盒 然后做了一个精密的测试 我们发现的这个叫做样本标准差多少 2.4 多了那么一点点 那假设重量是一个常态分配的一个前提 请用α是0.05来检定宣称是否属实 那么这个题目啊 当然我们用单位也是OK的 但是既然他说他就是2.3克 双位也无妨 那我们用双位来做做看 H0是代表的是他就是说他的sigma平方是等于2.3 各位同学记得要平方 sigma平方就是2.3的平方 注意因为他的题目是标准差 这里是变异数 再来我们的对立假设是不是2.3 太多太少 我们都说都不合格 好假设是这样子都不要 那么我们的样本数8合 所以N等于8 自由度当然就是7了 那么我们的s是多少呢 s平方是2.4的平方 当然α值是多少 0.05 好0.05 现在将我们的这个卡方的图画出来 这个地方是用的是双位 这是0.05 那么说明的是什么呢 我们分了两部分 这都是0.025 这也是0.025 那注意了一件事 这是0.025 那这就是多少了 0.975 它的意义是代表的是 以这个为这个基准 它的右边的整个面积 因为这个面积是0.025 那右边的面积当然是1减掉 0.025 所以是0.975 现在我们把我们的临界值找出来吧 把我们的卡方的表 我们亮出来看一下 现在是df是7 所以我们在7的地方画一条线 现在把两个临界值找出来 一个叫做0.975 一个是0.025 0.975 是这个地方叫做1.69 那还有一个呢 0.025的地方叫做16.01 那么我们说了 假设我们今天的卡方值 就是我们观测的卡方值 在介于1.69到16.01之间 那么我们可以说 我们是接受它的这个说法 如果说它是落入红色的区域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了 证据非常的明显的告诉我们 你的讲法是不对的 是夸张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算一下 Ki²是等于N-1 刮虎S平方 除以Sigma平方 N-1是几呢 7 S平方用2.4的平方带 Sigma平方用2.3的平方带 好那我们现在来计算一下 这个值 7乘上2.4 再乘上一个2.4 除以2.3 除以2.3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7.621928 我们取7.62 7.62在哪里呢 在安全范围 就是我们的没有 它的说法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去反驳它 因为这些资料 不足以去反驳它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叫做 结论不显著 资料不够明确 就是不足以去反控它 反驳它 下一题 根据过去的调查 某一个灯泡的寿命 标准差是125 那么我们现在做了一个新的制程 新的方法 随机就抽了10颗灯泡 去做 然后发现它的寿命的话 寿命的标准差 这其实要花很多时间 因为就是一直点着 一直点着 让它去算一下 它的寿命的一个差异 我们发现它的标准差多少呢 90 现在我们来检定说 这个标准差 有没有因为改良的方法制造 而有所改变 因为原来是125 我们这样子做以后发现 诶 标准差是90 好像不一样哦 不一样 看看到底显不显著 有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 不一样 那么现在我们来做检定的开始 先把H0写出来 H0的话是用 Sigma平方 等于125的平方 因为它是标准差 要小心 我们不要一看到125 就直接写125 还要再加一个平方 因为它给的是标准差 我们这边是变异数 H1呢 是不是125以上 我们就认为有改变了 所以我们用的是 这次这个题目 我们采用双尾 好 那现在 几个灯泡 10个灯泡 N就是等于10 自由度就是9 S平方是 90的平方 那么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 α是0.05 α是0.05 双尾 那么我们的卡方的图 两边各自为 0.025 0.025 那当然这个是0.975 我们的这个值 跟前面的题目的答案 当然不会一样 因为我们的自由度 改变了 值当然也会跟它改变 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自由度在左边 自由度是几呢 9 我们需要这个值就可以了 够用就好了 我们把9 这个是在这一排 好 现在再来的话 把0.975 跟0.025 找到 0.975 是这个地方是2.7 2.70 那么右边这个 0.025的值是多少呢 19.02 这两个是我们的 接受域的这个左右 也就是说 它的临界值了 超过部分 我们就拒绝了 现在来看一看 我们的实测的一个 卡方值是几 来 开Square 写出来 N-1是用的是9 S平方 是用的是90平方 这是125的平方 好 我们来计算一下 这边是90的平方 除以125 再除以125 这边是等于多少呢 4.66 那各位同学 4.66在哪里呢 仍然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4.66 还是在落在接受域的范围 所以我们这笔资料 我们能不能够说 Sigma平方 不再是125了呢 明不明确呢 不够明确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 我们的结论是 不显著 就是我们目前的证据 不够明显 我们证明的是 这个灯泡 没有因为新制程 有明显的改变 还不够明确 我们这个单元 介绍的是 母体变异数的 这个假设的检定 那这个地方 介绍的都是双尾的部分 那其实基本上来说 在评管的方面 单位是可以接受的 尤其是右尾 我们基本上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母体变异数太大 那么比较不拒绝 母体变异数小 因为母体变异数 要是小的话 那代表的是 它是 深思不起的程度 是比较小的 那么做法的话一样 假设检定的部分 都是先建立H0跟 对立假设HA或H1 那么卡方分配 我们其实在 要在检定的时候 都在常态母体的前提之下 是比较恰当的 那么这个统计量 符合自由度 N-1个 原来N个的话 N个是我们的样本数 N-1就是自由度 卡方分配 它是服从卡方分配的 那么我们做法 其实 不论是单位双位 都差不多 做法跟母体的 平均数的做法 也是很接近 只有差别 差别在 我们的图 是用的是卡方 原来的话呢 在小样本 记得用T 大样本 用Z 这样的做 其实都差不多 一样 比较观察值 这是比较的是 Ki²值 还有理论的 Ki²值 然后最后 就是下结论 就算下结论 就算下结论 了 就算下结论